第2299集 血战云上人 几乎是在同时 血泪寒的双手已经如同开山巨斧 再度狠狠地砸在他的胸膛上 东皇是什么人 云上人该急而未急的一锤手 反而造成了几身更加巨大的破绽 这样的破绽已经恨他入骨的东皇怎么会放过呢 就听见咔嚓嚓几声响 云上人闷哼一声 仰天吐出了漫天的鲜血 身子无力地向后飞去 他的胸前骨骼几乎尽数被血泪寒几岁 得手之余的血泪寒也惊诧莫名 简直有些不可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随后抬起头来死死地盯着云上人 你为何不躲 云上人移手俯胸 精纯的修为涌入 骨骼伤势迅速融合 缓缓摇头 沉声说道 我没有爱过他 半点都没有爱过他 血泪寒目光更加深邃起来 眼中神采莫变 良久良久 原来你一直就是这样卑鄙无耻的 是啊 我就是一直这样卑鄙无耻 你又能奈我何 刚才那两剑双掌 算是我欠你们雪家的 如今恩仇寥寥寥 雪泪寒 你可以上路了 跟你的父母小妹团聚去吧 雪泪寒眼中神色更加复杂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大家一起上 杀了他 死言一出 代表着雪泪寒已然恢复了理智 恢复了属于东皇的智慧果断 云上人哈哈大笑 楚洋 带着你的九节兄弟一道上来 本圣君 今日就一举当平九冲天阙 楚洋的眼神也很复杂 你有此心愿 我便遂你此愿 大家一起出手 将这个恶徒击杀 话音未落 九节剑寒光闪烁 当现重处 墨清武 紫邪情 紧随其后 孤独行 董无伤 刀剑何必 瞄不通 奥歇云 龙凤同腾 雪泪汗 妖心儿 雪漆墨清清 一起出手 龙影患 孟景回等 也是全力动手 九重天阙 聚集在此地的将近三十位最巅峰的高手 在这一刻同时对上云上人 联合围剿 这阵容之奢华 可谓空前绝后 来得好 云上人一声狂吼 身子一悬 突然间竟有二十多个云上人出现在空中 极具针对性的应对出手 天阙高手最巅峰一战 终于开始了 楚阳的九节剑瞬间就散发出万道寒芒 这次却是全力出手 尽力出手 因为云上人的实力 攀升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顶峰 不全力以赴 那就应付不了 更重要的是云上人的所有底牌 也都已经揭开了 对于一个没有秘密的敌人 就算他的表面实力如何的强大 也并不可怕 此刻就是毁灭他的最佳时刻 必其功于一亿 不仅是楚阳在场所有人 也都是这个想法 各自尽力出手 使至要毁灭这个七世道明 百多万年的伪君子 这个为祸九重天 却无数岁月的祸世魔头 但面对局势滔滔 共同征伐云上人的局势 对于云上人仇恨最深的血泪寒和血漆 他们的举动却是异于众人 兄弟两人彼此对望一眼 然后突然间抽身而退 退出了战团 云上人 我身负妹妹身体观目 你不仍出手 总算你还有半分人心 但此举始终是对你不公 而我血肉至亲不可能放下 我兄弟便推出这场决战 云上人冷哼一声 目光中闪过一丝油中的悲痛 在众人围攻之下 陈生说道 无数巅峰高手 围攻一人 有你们两个没你们两个 又能有多少差别呢 何不干脆一起上来 报了家仇 了断这场沉寂了无数岁月的因果 血泪汗淡淡摇头 我是想杀了你 做梦都想杀你 比任何人都想杀你 但你始终是我小妹至死都爱的人 虽然有遗憾 虽然我不甘心 虽然我愤恨欲狂 但小妹死后有知 想必也不愿意看到你的血 最终溅落在我的手上 只不过这点却不能明说 而且自己此际背负着小妹的尸体上去占便宜 也大为雪泪汗生平做人之道 纵然最终胜了杀了云上人 心中也难免会很不舒服 所以雪泪汗选择退出 宁愿放弃这一战 也不愿小妹在天之灵再受创伤 云上人对雪泪汗的心理 可以说极为了解 心中却感觉到一直难受 因为他竟真的不确定 自己在危机之时会不会 顶尖高手决战 尤其还是在这种遭受众人围攻之中 岂容有半点分心 一个恍惚之间 咒纹一声闷哼 以及砰砰两响 三处响动之鱼 龙颖焕和梦景回 先后中招喷血飞出 那声闷哼却来自于云上人 他在分心之鱼 被孤独行一剑劈在身上 身形亮枪之中 血光飞溅 随即就是反击轻刻 击伤龙梦两人 云上人受创之下 却是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学雷汉 其实你也是一代英雄 但你与子豪两人此生若败 就败在英雄二次之上 学雷汉认真地听着 沉声说道 但我生死无悔 哈哈哈哈 生无悔 自然是一种成就 有了成就才能无悔 但死无悔 却是傻子了 学雷汉 你我恩怨纠缠百万多年 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忠告 为善 未必能留名千古 为恶 纵然是一臭万年 却仍能名垂史书的 呵呵呵 学雷汉 善恶到头 不过是一场人生吗 谬论 鬼店 云上人竟然在若干强敌还死之下 如是大谈人生 其他人尽都心中愤怒不已 攻势更拒 紫无极魁梧的身躯 从天空悍然落下 一把阔剑带着尖锐至极的轰鸣声 竟然将空中燃起一片大火 云上人 你可还记得当初的紫霄天地吗 云上人随手一格 一族紫无极悍然见识 身子凌空转折连环出角 紫无极大吼一声 不退反进 竟是一派奋不顾身的迎击态势 紫无极 你尚有其他来历 云上人皱眉看着紫无极 对于紫无极 云上人自然不陌生 可对于紫无极刚才那句话 云上人却是大为惊诧 怎么 你感到意外吗 我就是紫侯的弟弟 亲生弟弟 紫无极悲愤的大吼 突然间扩建脱手之初 随即两只手死死抱住了云上人的右脚 扬天大吼 大哥 今天小弟为你报仇 云上人脸色冷酷 右脚虽然被撤肘 但空下的左脚 却连连的摆尸脚揣在紫无极身上 紫无极口中鲜血狂喷 伤势沉重之极 却仍旧是宁死不退 死死扣住云上人的右脚不放 古独行 董无商双双来圆 刀剑齐下 顿时血肉纷飞 圣君的一条右腿 几乎在瞬息间 就变成了一条不见半点血肉的骨头棒子 可云上人的骨头上 竟然呈现出了淡金色的光泽 古独行的黑龙剑和董无商的末刀 无数次砍劈在上面 竟然只能形成一道道白印子 再也无能减弓 丝毫不能损伤其根本 面对这种恐怖状况 董无商和古独行都是骇人大惊 一个人的血肉都已经被砍光了 骨头竟然如此的结实坚固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一声利斥 妖心儿的妖王沟闪烁着黑光 也随之披面而来 圣君两只手同时生生的锁住楚阳的九节剑 莫轻武的兴猛轻武刀 头顶上应接了紫邪情的紫销印 七窍流血的同时 只剩骨架的右腿 终于摆脱紫无极的掣住 强势飞起 另行反扑 刀剑势道静静的董无商和顾独行 同时闷横一声 急速后退 左脚顺势一抖之下 紫无极的身子就像破麻袋一般 硬脚飞了出去 随后圣君整个身子猛的一个旋转 一双手臂如同开山举锤 悍然迎上傲歇云的双手 瞄不通的剑 左脚却再度一脚冲出 整条左腿在一刹那间无限拉长 竟然轰的一下撞在妖后的妖王沟上 这一拼之下 妖后一声闷横 一个劲都翻了出去 以妖后之能 全力欲使妖皇天最强神兵妖王沟 竟然一招败北 圣君实力至此 当真是可惊可不 害人一击 可一瞬间的光辉并不代表永恒 圣君固然一脚逼退妖后 也应付下许多的攻势 却仍然难免顾此失彼 几乎就在他逼退妖后的同时 莫青青和莫回尘的两只手 一先一后狠狠砸在圣君背上 云上人硬变神速 一声大吼 北极猛然攻起 向后撞去 莫青青与莫回尘 两人得手之计 一遭反噬 其声大叫口喷鲜血 倒退飞回 寂寞罗克迪紧接着就合身扑上 竟然在剑不容发之际 强行撞进云上人的怀里 狠狠的击打起来 这点时间是很关键微妙的 圣君刚刚以背脊发力 逼退两大天地的攻击 身体隐隐的呈反弓形 而寂寞罗克迪的这个时间点 正好攻击到云上人此刻身体下面附和最弱的地方 腰腹之间正是攻敌要害 虽然围攻时间极短 可众人都已经发现了 现在来说 对于圣君有威胁的兵器 就只有楚洋的九节剑 腰后的腰王沟 本来东皇的东皇剑也有相当威胁 可因为东皇不予参战 让这层顾忌消去了 至于其他的兵器 就算董无伤的莫刀 陈雄霸道 却也只能单纯的对云上人的肉身起作用 而对他的骨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云上人彻底引爆万圣真灵效能之后 本身实力竟然能够达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这种修为放眼整个天阙 当真也可以说是当仁不让 空前绝后的绝对第一 所以大家才不约而同的选择了 以拳脚展开攻击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将自己的修为 倾斜到云上人身上 以造成震伤 而这种震伤 只要累积到相当的程度 就可以彻彻底底的毁灭它 第2299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